大家好,又來到廢柴城 而用氣好不好? 按LIKE和訂閱就更好 今天我要做的主題都是Reaction 不過就是Sound Reaction 我覺得Reaction的元素又不一定限死動漫 歌也是Reaction而已 對不對? 今天就是做妖精美巴OP第三首 FT 第一次看我影片的朋友 你們好 我的頻道主要是介紹香港和日本文化的軟實力 偶爾也會有一些常生活的影片 我會不定時出片 喜歡的朋友就可以支持一下 不厭其煩都再說一次 最好就支持正版 正版是真理,正版好耶 好清楚了,整首歌的開宗明 就是叫你不要放棄 為了實現妄想 就算大叫,哭,累 你都要支持下去 當遇到有困難的時候 嘗試告訴身邊人 不要因為要大男人 男人不老就好像很愚 當你說了出來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原來不是只有你一個人 有這種感受的 不要想著說了出來 你都幫不了我 這種感受 就算了 一直不斷前進 在過程中,雖然痛苦,但在其他人的眼中正在為目標而努力 可能你會感覺不到 人家會看到這種發光發亮 我提議大家可以早點起床 其實我本人都沒有工作一段時間 經常都很傻,9點、10點才起床 我聽完這首歌,我會嘗試,可以8點、9點起床 不需要跟別人比較 一個月之後,看看自己有沒有多了些時間可以用 無論是好天還是陰天,有熱誠都是很重要的 因為始終練習成為完美 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 未來是怎樣?真是無人自刑 除非你是神 所以對於你現在堅持的事情 一定要繼續堅持 除非你真的很不喜歡 其實答案一早已經在你心底裡 就算你有一定要繼續你現在的工作的理由 你也要知道你是為了什麼 而這件事是否令你值得繼續下去呢? 寶貝 我們就算在哭,不要緊,我們要記得自己是一朵生命力很頑強的花,繼續努力展示自己的才華和實力 當有人看到你,想吃你的時候,你的悲傷就會變成瘟疫 當有困難的時候,就幻想自己是一朵生命力頑強的花,雖然花不能單靠自己去飛翔,但是我們也不孤單 這朵花是蒲公英,蒲公英有風吹就可以飛,不是一朵蒲公英都可以飛得很遠 但是一定有蒲公英就可以去到這個上空 以蒲公英的數量和風的關係比預約團結就是力量,不要再內鬥,敵人是其他人 哭完了,不要放棄,同樣分享完之後,把放棄變成堅持,人家一定會看到你發光發亮 最後,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邀請尾巴,這首歌是說阿爾沙和納茲行人去到傑拉爾的基地 阿爾沙想知道傑拉爾是否變壞了,大家可能不知道,傑拉爾是比阿爾沙還舊的 所以阿爾沙對傑拉爾是有好感的 最後,有納茲和同伴,令阿爾沙明白到自己的生存價值,就是公會 同樣,令到傑拉爾改邪歸正,而整首歌由Franquis製作 炎曲西鄉就是主唱,宮田太子Yashiro就是吉他手,春日井陽智就是長笛 Kondotaro就是低音吉他手,Jusaku就是鼓手,Wotachi就是負責敲擊 我們可能只留意到主唱,但整首歌主要是由低音吉他手加鼓加敲擊,就是支撥 長笛和吉他手加鼓加敲擊,所以大家以後可以聽說話 多點留意背後的Black One就最好了 喜歡就記得留言、按讚、訂閱、分享,我是輝柴城的遊戲 下次再和你們分享一些有趣的事吧 誰也會期待千萬大愚蠢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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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